国家已经启动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高效节约型建筑用钢产品开发及应用研究 冷闸带类钢筋是一种高效能新型建筑钢材品种 但由于国内生产冷闸带类钢筋的企业 普遍存在生产规模小 生产工艺落后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给产品的推广使用造成困难 随着高速铁路高层建筑和钢筋焊接网的发展 现有产品不能满足高端用户的要求 面对如此严峻的市场 安阳合力高速冷闸带有限公司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探索 终于生产出新一代高效节约型建筑用钢 高颜性冷闸带类钢筋 河立高速冷闸带有限公司 河立冷达树立国家行业执行标准 安阳市合力高速冷炸有限公司 实践于2005年 坐落于河南省安阳高兴技术排发区 总资1亿元 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 一期工程冷炸带类钢筋 已投产9条生产线 年产量达到20万吨 安阳合力冷炸公司 潜心研究国内外冷炸带类钢筋生产工艺的优点 不足 自主创新 研制一套全新的冷炸带类钢筋生产工艺 先和获得八项国家专利 并通过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 成为冷炸带类钢筋国家标注起草单位 起草人荣获河南省优质产品品号 合力公司自主创新研制的新一代生产工艺 主要设备有 锄林机 一号炸机 二号炸机 低温微火处理装置 树控飞箭 踩断机 翻钢机 机关测速移等 这套生产装置不需合理运行稳定 速度可调 易义万块 操作方便 整条生产线实现了自动化连续化作业 生产流程一分钟 生产效率比现行设备提高一倍 这套生产装置生产的400M-PASS 500M-PASS级高强韧钢筋 经过国家建筑钢材质量检测中心检测 各项力学性能超过三级钢指标 接近四级钢标准 该产品以其高强度 高原性 抗震性能好等优点 获得业内专家好评 工艺技术达到国际先进顺 文武牌高原性冷闸带类钢筋 作为新一代高效节能型建筑用钢 具有以下特点 一 钢材强度高 与热闸一级钢相比 可节约钢材40%左右 二 原性好 能确保工程质量安全 三 与放强度高 混凝土之间的粘合毛布性能良好 从根本上杜绝的 构建毛布区开裂华仪而破坏的现象 四 钢筋富有弹性 交换混凝土时 高 抗拉强度高 表面质量好 异于点焊等优点 是钢筋焊接网的首选材料 适用于房屋建设 高速公路路面 机场跑道 大直径排水管 排水区 隧道等 合力公司 顺应国家 逐步淘汰一二体钢筋 强力推广应用三四体钢筋的发展趋势 自主创新的工艺产品 在国内略居领先水平 文牌高原性冷闸态类钢筋 一经投放市场 迅速受到客户青睐 产品订单络绎不绝 营销车辆往来不断 产品远销 河北 河南 山西 山东 陕西 湖南 湖北 重庆 四川 浙江 上海一带 有的经销商开始联系出口 多家企业则瞄准商机 购置设备或联合饭厂 市场对产品的认知度 蕴含着产品的次生价值 产品对市场的覆盖面 造势着企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河里公司为适应市场需求 二期工程已经开始建设 钢筋焊接网 钢筋连接